这一次我们goosmail带来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原画原型大赛 还有职原型师培训班 它相关的作品展示 不好意思 我们的原型师大赛已经持续了多年了 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每一年都有坚持举办 主要就是为了培养中国原型师 然后这些也是本次的会党作品 每一次呢 我们的原画原型大赛都会有一些版权方 为我们支持相关的版权 然后由个人原型师 他们有机会来创作这些版权品 我们的原型师培训班 现在已经展开了两届 第三届正在火热招生中 我们想培养中国原型师呢 也是因为中国原型师 他是更懂中国受众 而且也是一个蓬勃发展行业 有很多人想去接触原型师 手把原型师做 但是呢他一直没有一个机会 我们也是可以为原型师培训班的同学们呢 提供入行的机会的 然后 接下来这边会有我们的一些 呃原创IP的作品 比如说这次我们特别带来了 我们原创IP Flappy Land里面两个角色 包括我们的小狐狸 还有小老虎 他们的布偶睡衣 这个白衣目前是尖修中 但已经非常受欢迎了 这边是我们的一些相关子品牌 我们除了手腕之外呢 也是一个做机甲的品牌 对 像我们童年在电视台上经常能看到光能使者 我们这个叫做Modeloid的品牌 也是出了他们的模型作品 这次WF我们带来最重磅的一个展出呢 也是十只初音未来十六岁生日 我们为他带来了一个初音未来十六周年展 同时呢 不仅是手办 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最新出的 Guzma Moment品牌的 Guzma的初音未来卫衣 这边是我们带来了历年的初音未来作品 其中这一款初音未来十面埋伏 是我们和初音未来国风企划的第二弹 第一弹是以古琴为主题的高山流水 第二弹呢 也是以中国最有名的琵琶曲 十面埋伏为题 制作的一个系列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初音未来十六周年的展 我们将历年初音未来 我们制作的最重要的展品都摆放了出来 让观众可以近距离体验一下 初音未来这十六周年的变化 然后这一款手办是我们这次着重推出的 初音未来十六岁生日的特别版本 它是由著名的原画师Rella来做的 然后整体的设计也是非常的飘逸 将天使的翅膀和音乐乐器结合起来的一个设想 这一款小雪豹模型的黏土人 这一款小雪豹黏土人呢 是我们的原创IPFlaffyland里面推出的第二弹黏土人 这个企划所有设计的动物呢 都是我们发掘的中国的保护动物 然后将它们进行了一个Q版和萌画 目前这一弹在海外非常受欢迎 在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品类 叫做Hello Good Smile 它是我们和著名的设计师 小山虫人先生一起制作的一个系列 主要特点就是它的这个独特设计 还有可以歪头 本次我们带来的这款新品呢 就是EVA系列的长发零波零 除了带来这款新品之外呢 我们还制作了1比1的Hello零波零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